40年经典音乐剧登台,首次邀请台湾男仔演出。 音乐剧《艾薇台》下周底台登上国家剧院。 图宽宏艺术提供20101804.21 全本音乐剧《艾薇台》即将于下周盛大展开演出,曾获得超过20个主要奖项殊荣肯定。 由皮姆埃斯、Tim Vise与安德鲁洛伊韦伯、Andrew Lloyd Webber制作,百老汇最具盛名的导演哈洛德普林斯、Harold Prince指导。 2018年展开亚洲学院,演员阵容全有皮姆埃斯及安德鲁洛伊韦伯亲自挑选,将于下周底台登上国家剧院。 艾薇塔亚洲学院,邀请台湾南在共同与舞台上演出《台北长鱼金》21日进行儿童表演者的征选,这也是第一次音乐剧来它演出进行征选。 预计选出12位优秀的儿童表演者,与专业的音乐剧演员们于为期五天的演出中轮番上阵,让台湾民众观赏音乐剧的同时,可以在舞台上看见熟悉的面孔,更可以看见台湾才华洋溢的未来新星。 艾薇塔亚洲学院,邀请台湾南在共同与舞台上演出。 图宽宽红艺术提供,20101804.21 助团导演表示,台湾的小朋友表现很踊跃,感觉得出来紧张,但都很有勇气地大声唱出来,也看得出来非常认真的准备,令人惊艳,台湾观众可以期待小朋友在舞台上的演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